美东时间5月22日 美国国务院国际安全与防扩散局 Bureau of International Security and Non-Proliferation 宣布对13个中国企业及个人实施制裁 其中包括有祥科技 这将造成科技等十家企业以及三名个人 声明要求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这些企业或个人采购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 不得与这些人员定立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采购合同 不得向这些企业与人员提供任何协助 暂停授予这些人员现有的所有许可 美国国务院5月22日在联邦记事上正式公布了对多国企业和个人实施制裁的声明 其中包括13个中国实体及个人 一个伊朗实体 三个俄罗斯实体 五个叙利亚实体 上述实体与个人被指违反伊朗 朝鲜、专题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 向伊朗 叙利亚 朝鲜转移军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 技术或服务或从伊朗 叙利亚 朝鲜采购军品管控清单上的物品 技术或服务 其中 13个中国实体及个人包括 Abbasians Tech Co. Ltd. China 有详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及其任何继承人 电视剧 分制机构 子公司 Emily Lu 又名 Emily Lau Lube Auxial Hope Wish Technologies Inc. Inc.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Jang Soot Yan Yuan Metal Powder Co. Ltd. China 江苏天元金属粉末有限公司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Li Feng Wei 又叫 Carly Rabium Optronics Co. Ltd.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Ruang Renling 又叫 Ricky Renling Ricky Ruang Shanghai North Begins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SinoTech Dalian Carbon and Graphite Corporation SCGC 中国科技碳石墨制造总公司 大连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Sun Creative Zhojiang Technologies Inc. China 这将造成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Terape Co. Ltd.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Wu Hang Xinjiang Import and Export Co. Ltd.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Yin Ben Yinseng Zhoji Co. Ltd. China 及其任何继承人 分制机构 子公司 值得注意的是 此前纳入华为 专题 的美国商务部出口管制实体清单 主要侧重两用物相管制 在美国出口管制体系中 美国国务院主要负责军品管制 然而 查阅公开资料 上述 上述多家公司都是从事民用技术与产品开发与贸易的公司 比如 有祥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一家具备设计开发 生产制造与业务营销能力的专业多媒体供货商 主要生产压电陶瓷扬声器等产品 江苏天元金属粉末有限公司经营范围包括金属粉末 粉浆加工等 公司主打产品是球形铝粉 武汉三江进出口有限公司是中国三江航天集团旗下唯一的专业外贸公司 其经营范围包括专用汽车 汽车零配件 重型运输设备 矿用设备 油田钻修设备 饲料成套设备 压力容器等 针对上述企业与个人 美国的制裁措施包括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 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上述外国人员采购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或与这些人员订立任何服务 产品 技术采购合同 除非美国国务院另行决定 任何美国政府部门不得向这些人员提供任何协助 这些人员也不能参与由美国政府提供协助的任何活动 任何美国政府不得向这些人员销售任何军品清单上的物品 并终止向这些人员销售任何美国武器出口管制法管控的国防物品 国防服务或设计和施工服务 不得就任何受EAA或EAR管控物品的出口向这些人员颁布新的个别许可 并暂停授予这些人员现有的任何许可 美国国务院通知联邦记事报称 上述制裁已于5月14日生效 如果不延长 将在两年内到期 他们将阻止任何美国公司或政府机构与受制裁的实体开展业务 据悉 美国于2000年首次实施并于2006年更新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防扩散法案 INXNA禁止将受国际军控协议限制的货物 服务和技术转让给伊朗 朝鲜和叙利亚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